东华听完了雪氏最久下的详细描述 他已经明了这件事 姬衡养雪狮 是为了对付一些 她的身份不能直接对付的角色 就如当时还是小狐狸的小白 姬衡身为一公主 自然不能同意之灵狐争宠 但用雪狮来为她分忧 那就不一样 同为宠物 相互争斗 若有个闪失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姬衡这个方法 果然是可以将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净 而且还让人无法看清楚 她的真实手腕 东华想起了小白当日误入蛇阵的时候 姬衡曾经给自己抱来一只红色小狐狸 姬衡早就知道小狐狸被雪狮丢入水中 那姬衡当日给我抱来小狐狸 分明就是误导自己 想要救那只小狐狸就要离开范英谷 而正好小白却在那个时候掉入蛇阵 如果不是因为阿兰若是小白的影子 那小白掉入蛇阵必定没命 姬衡 自己怎么轻信对自己忠心的梦好的女儿 就会如同她爹那般对自己忠心 轻易相信她 将本来属于小白的平婆果给了她 导致小白掉入蛇阵 姬衡连环计 一环扣一环 还把自己也算计了进去了 一时之间 东华愤恨 自责 如果不是雪是将一切说出来 东华虽人心中有怀疑 也不敢肯定 如今这一切 真相大白 才知道小白为了自己 招惹了多少祸事 吃了多少苦 姬衡使东华下令要续扬收回成命 以魔族长公主的身份回到魔族 并下令不许她踏出魔族半步 如果此时再将姬衡找出来 岂不破了当年的指令 而且 如今魔族因为渺络已经人心惶惶 再将魔族党公主惩治 魔族民众会更不安 姬衡在魔族如果不再生出事端 那就不再理会她 如小白因她少一根汗毛 必定让她清肠恶果 就在东华在思索之际 听到黑豹一由未尽地问 哥哥 那方才说了那么久 那只灵狐既然修为不高 也不会说话 那为何东华地精那么喜欢她 难道说 那只小狐狸长得很美吗 写诗侧头想了想 点了点头 惋惜道 那只小狐狸确实长得灵动 身材火辣娇媚 只可惜被我丢入水中 早知如此 我那时候就将她藏起来 然后带回来 那我们个几个就可以好好享受一番 像不解地挠了挠头 问 哥哥 你说她身材火辣 究竟有多么火辣 难道比起一春院的头牌还要火辣吗 西尧一边想象着雪诗所描述的小狐狸 一边说能够让东华帝君看重 自然不同寻常说吧 又传出一阵吟笑 黑豹眨眨眼 说 腿说 狐狸都生的妖媚 然后就听到一阵让人恶心的笑声 在后来 东华还听到几声吞唾猫的声音 竟然还敢惦记着自己的小白 看着眼前色胆包天的雪诗 东华恨不得将其切片 烂 如今四海八荒正英秒 落出了妙一冤儿忧心忡忡 倘若自己直接杀死了雪诗 更加将原本归属天族的西荒脱离天族的阵线 转而投往渺落阵营 其不得不尝尸 但雪诗行为不耻 若只抽断其手筋脚筋 让他无法反抗 更无法自尽 曾经受雪诗欺压的西荒民众 必定群起而攻之 自己动手 一招击毙 如果西荒民众 折辱再以低潜修为慢慢惩治雪诗 东华脑海中已经浮现了雪诗跪着西荒民众前 接受审判 接受折辱的惨况 这几只同坐多端的雪诗混在一起 也不是什么好的货色 将它们一同成这 也算是造福西荒民众 东华心念一动 收回了那块玉佩 看着手中的这块白玉 当年东华亲手给小白戴上这块玉佩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这块玉佩给小白招惹了杀身之祸 小白 我给你夺回玉佩 也给你出了这口恶气 东华既出仓和剑 也不必他亲自动手 寒光一闪 几声惨叫声相继传出 雪诗根本没有看清楚什么情况 就已经被挑断了手筋脚筋 与此同时 这四名经常调戏梁家富儒的色狼 也被得到应有惩罚 下肢感觉一凉 在场四名色中恶鬼的气冲穴 都被齐齐自断 从今以后 即便这四名流氓 再如何有色胆 也无法行色狼之事实 几日之后 西荒传出一则消息 西荒明正义时的一个帮派的帮主 被不明人士抽了手巾 而同时遭殃的还有同学 是一起营救了几个地痞流氓 四海八荒都在猜测 是不是这帮主得罪了什么势力 才会招惹这种要生不能 要死不得的惩罚 这个帮派的成员 因为帮主受到这样的惩治 都纷纷退出帮派 一时之间这个帮派就分崩离析 没几日就直接垮了台 这个帮派垮台后 西荒一代为此振奋异常 曾经受过这帮主所逼害的苦主 纷纷联合在一起 上门血诗讨说法 挡了一千年的风光帮主的血诗 如今却被法力不如自己的民众所折辱唾骂 但又不能反抗 更无法自尽 只能受尽折磨 这只血诗此前作恶多端 此时得到这样的惩罚 算是最有应得了 这比起直接用苍合间将他杀害 还解气 东华已经将玉佩倾斜了很多次 将玉佩洗得干干净净 挂在他刚做好的小狐狸雕像的脖子上 因为小狐狸的雕像的尺寸 跟当年小白化身的小灵虎尺寸一致 挂上玉佩后的 就像是小狐狸回来了一般 东华伸手摸着小狐狸的脸颊 从前小白最喜欢自己这样摸他的脸颊 小白 玉佩我给你找回来了 血诗的愁 我也给你还回去了 你到底在呢 白凤酒和白滚滚的日常 小白带着滚滚在山间生活了十年之久了 滚滚渐渐地长成了如同凡人三岁相仿的模样 唯一区别就在于 滚滚随地军生的一头银发 因为担心滚滚不会同其他孩子玩 所以小白又带着滚滚回到闹市中隐居 临出发之前 小白将滚滚的头发染成黑色 滚滚坐在小白跟前 看着娘亲用染料将自己的银发一根根地染黑 十分不解 问 娘亲 为何要将滚滚的银发染黑 是娘亲觉得滚滚这样丑吗 小白看着滚滚这副一脸梗介 而问话又十分幼稚 忍俊不禁地说 滚滚 娘亲要带你到凡间生活 凡间的孩子都是黑发 为了不被他们发现我们是神仙 所以娘亲要给滚滚的银发染黑 滚滚看了看自己的娘亲 又好奇地问 娘亲 凡间的孩子 除了头发是黑色之外 其他长得都像滚滚这样吗 小白一边给滚滚染发 一边解释 有一样 也有不一样 等滚滚去到凡间 你就会发现了 小白牵着滚滚手 来到闹市的时候 天才刚刚亮 路上的行人并不多 但行人都是行色匆匆 滚滚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凡人 兴奋地瞪大眼睛到处张望 果然跟娘亲说的一样 凡间的孩子的头发都是黑色 小白带着滚滚找了一个院落 住了下来 小白在屋内忙前忙后 让滚滚独自在屋内坐着 滚滚哪里坐得住 跟在小白身后 走来走去 忽然 滚滚听到门外有人喊 娘亲 等等云儿 滚滚连忙朝小白看去 问 娘亲 为何我听到门外有换娘亲的 她是在换娘亲吗 滚滚从前只接触小白 她并不知道 除了她有娘亲之外 其他人也有娘亲 而且娘亲不是一个名字 而是一个称谓 小白拉着滚滚的手 来到门口 看见旁边有一个跟滚滚差不多大的小女孩 在撒娇说 娘亲 婴儿累累 娘亲抱抱 说着 还伸出两只手要在她身旁的一个妇人抱 那妇人右手上提着一篮子东西 左手还拿着一瓶什么 见小姑娘撒娇 皱了皱眉 但最终还是将左手拿着的那瓶 貌似是醋放入右手的篮子里 左手将小姑娘抱起 见那对母女离开后 小白跟滚滚说 滚滚 方才你看到的 那个叫云儿的小孩跟滚滚不一样 她是姑娘 而滚滚是男子 方才那个在云儿身边 最终将云儿抱起的是小姑娘的娘亲 滚滚看着小白 若有所思地说 滚滚以为 娘亲是娘亲的名字 原来娘亲并不是娘亲的名字 那娘亲的名字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把小白给问到了 告诉滚滚自己的名字吗 滚滚才十岁 而且刚刚开始接触凡间 凡间尔虞我诈 如果不告诉滚滚自己的名字 也不好 所以还是要告诉滚滚自己的名字 但要嘱咐滚滚不能同别人提起娘亲的名字 滚滚见娘亲思虑片刻也不说话 就伸手学着娘亲安慰自己的方法 摸了摸娘亲的发顶 说 就算娘亲没有名字 滚滚依然爱娘亲 小白着实没有想到 滚滚会如此老气横丘地摸自己的发顶 但还是被滚滚爱自己的这份心意所感动 搂着滚滚 亲了亲她的小脸蛋 说 娘亲也爱滚滚 然后看着滚滚解释 其实 娘亲同滚滚一样有自己的名字 娘亲的全名叫白凤九 白 是我们的姓氏 凤九是娘亲的名字 滚滚是娘亲的儿子 所以惯以娘亲的姓氏 姓白 所以滚滚的全名叫白滚滚 但娘亲凭日只换滚滚做滚滚 滚滚惊讶地看着小白 重复一句 娘亲全名叫白凤九 见小白点了点头后 滚滚又问 那滚滚可以叫娘亲白凤九吗 还是滚滚应该像娘亲这样 换娘亲凤九 虽然名字对小白而已没什么 但听着自己儿子换自己名字 小白觉得怪怪的 但小白也不知道要同滚滚在凡间逗留多久 如果日后滚滚年纪大了 容貌跟自己相仿年纪时 自己同滚滚也不成母子的模样 若滚滚依然换自己娘亲 凡人看起来也不成样子 为了掩人耳目 也为了避免滚滚养成直接换自己名字的不好习惯 小白只能给滚滚另外想一个可以换自己的名字 自己爹娘换自己九儿 小叔和姑姑换自己小九 帝君换自己小白 自己给滚滚取名为滚滚 那就让滚滚换自己做九九 而且九九这名字只能等滚滚长大了 可以照顾娘亲的时候才可以换 这样即便滚滚同外人说起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小白摇了摇头 说不能 只能娘亲换滚滚的名字 而滚滚不能换娘亲的名字 滚滚看着自己霸道的娘亲 一脸茫然和不知所措 小白解释说 因为滚滚是娘亲的儿子 是娘亲照顾滚滚 若滚滚长大了 可以照顾娘亲了 那滚滚就可以换娘亲做九九 滚滚认真的点了点头 说嗯 那滚滚要快些长大 快些照顾娘亲 那滚滚就可以换娘亲九九了 滚滚才十岁 就已经想着要照顾自己了 虽然小白觉得滚滚这个想法 需要很久很久才可以实现 但他这种要照顾自己的想法 实在让小白感动 今晚是小白带滚滚在凡间的第一个夜晚 从前小白带滚滚在山林隐居的时候 晚上休息的时候 小白都会设结界 以确保没有毒蛇猛受闯入院内 保证自己同滚滚安全 加上结界又保温的功效 就算小白踢被子 也不会让自己和滚滚着凉 但自从小白带滚滚出来凡事后 再随便设结界 怕影响了凡事凡人的气韵 所以小白不敢再设结界 不能再设结界 又担心滚滚会着凉 所以临睡之前 小白特意给滚滚和自己盖了被子 可惜半夜的时候 小白踢被子的毛病并没有改变 平日滚滚都休息得很好 但今晚半夜的时候忽然被冷醒了 他揉了揉心松眼睛 发现睡在自己身边的娘亲睡得很沉 而被子正好压在娘亲的脚下 即便滚滚伸手扯了扯娘亲的手 娘亲依然也没有醒来 滚滚想起了白天的时候 娘亲说只要自己长大 可以照顾娘亲 就可以换娘亲做久久 娘亲照顾了自己那么久 滚滚也好想要照顾娘亲 所以滚滚没有再叫醒娘亲 试着用尽全身力气 从娘亲脚下抽出被娘亲的脚压着的被子 接着又给娘亲盖好被子 终于给娘亲盖好被子了 滚滚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 可以照顾娘亲了 明天开始 自己就可以换娘亲久久 滚滚得意伸手摸了摸娘亲的发顶 换了几句 久久 又给自己盖好被子 继续睡觉 继续睡觉